可能大家都跟老闆說 今天真是為了奏洪正義你 戴耀成教授說太多了 今天是為了你 第一件事 反國教運動佔領政眾 其實是一個很和題 很理性、很非暴力、很民主黨的示威方式 你應該同意 我們佔領了政眾之後 究竟哪些人佔領呢 有了ATB 愛港力 他們用什麼手法我不管 但是佔領中環 如果你說佔領後 會否會佔領 頭暈申請佔領中環 我看不到這個趨勢 第二 你去年3月20日 在信報的篇文寫過 對於唐營和梁營的內容 表示非常心痛 你要補篩選 要被泛民和建制派直接對決 如果真的不幸 好像近來有陳詠奇說 一些政治人大說 一定要篩選先 要篩走在泛民候選人 剩下建制派自己對決 然後要令你2017年又心痛一次 到時 你將來會否推出民見戀 去參與佔領中環 令到你以後不用心痛呢 另外後面還有一位同學 盡量正簡 是 問題就是 是 如果你的問題就是 現在法國大部分的論述 都是用廣東話的 Mass Media 其實是 marginalized 了不說廣東話的 那些人在香港 而這個是 在反國教育的時候 見到Facebook Post 全部都是中文 還有 那個Media Coverage 都會用中文 去表達的 然後這樣 是否其實違反了 Deliberative Democracy 這個 principle 如果是這樣的話 用來怎樣可以 製造一個Language Gap 在香港 好 還有沒有其他問題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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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簡單 回應一句 林施生 好像他把 民意和中共 真的完全成為一個對立 我覺得這樣是不對的 但是 問題 沒有 想問一下 戴耀廷教授 覺得 其實這個 佔領中環 就是 由一開始 過往那麼多的 爭取民主的運動 其實對於市民 所付出的代價 其實不大 現在 跳到佔領中環 一個 對市民的代價這麼大 會不會影響成效呢 就是 又會不會好像 某些政黨 可能到時說 你只有1萬人 1%都沒有 就是這樣 就這樣抽出來 另外有個 可能比較好指的問題 因為之前也有個 佔領中環的運動 會不會 這次的運動 就會令到人 可以令到他們 變質 變相 把那些飽頭指向大槍街 是 還有兩位 有三 四位 可以 因為盡量 都想給大家發表 意圖 我想問大教授的 一個關於權貿的問題 看回明報運動 或者六四事件 都見到 中共 基本上有兩招 第一是 意圖意圖 或者是 逼你意圖意圖 或者是 逼你不合呼 第二 就是 就是殺居鏡頭 那 大教授有沒有想過 如果 太過 我不是笑你 但是我覺得 你沒有想過 太過權貿 如果沒有權貿的時候 第一 你怕不怕 控制不了群組 他們有暴力 或者有滲透的暴力 第二 如果 當已經變成意圖意圖意圖 人家 就是中共 有一個 口實去增加的時候 會不會變成 一個佔領中環反強 幫了中共 會不會令到我們現在更加深 謝謝 還有問題 可能會有十分 我可以問問一下這三位 我們就 大家都是認為佔領中環是一個最後一步 其實沒有人想走這一步 我們當然其實想坐在這 然後中央就說 我們明天想補選 我們這是最希望的 其實我們講這個佔領中環 不是說真的要上佔領中環 我們去提供一個討論的空間 其實建制派 你說不想我們佔領中環 其實是可以的 提供一些渠道 給我們可以有一個公平公開 每個人都有權利發聲的平台 同中有一個對話 這個其實是我們想做的事 其實 你剛才說妥協這件事 其實我們都想有一個空間的妥協 但是我們沒有這個權利和別人說話 我們直接 我們不是民主黨 我們沒有權利和別人說話 我們沒有權利和別人說話 我們又不是社民聯盟 又不可以訂製 我們根本無法掌聲的時候 看其實是否大多數人情 就是這樣說 其實我們沒有一個空間是港版的事 就算我們去到我們 三十年前說去中英談判的時候 香港人都沒有機會說話 其實我們一直想要的 在一個說話的空間 其實你會不會是可以 在演藝派裡面和他們反映 我們一種討論的空間的時候 可以給一個討論的空間 我很強烈討論的空間 主持三位嘉賓 你好 我自己有兩個問題不快 第一就是 我也是問周先生的 請問你對於普選的定義是甚麼 因為我之前一直聽 你自己反對這個 這個佔領中華人的運動立場就是 到最後演員出來 我們全部人就會選出一個 泛民 不知道為什麼 偏向泛民的特首 一定是會和中央對抗 但除此之外 爭取普選的意義 還有些甚麼 你有沒有想過 其實對於我們經濟民生的發展 都是有很大的關係 但我從周先生的言論當中 我聽不到 但好像你想去建構一個很恐怖的結果 會影響我們的社會民生穩定 影響中共關係 好像說到香港搞這個運動 是要有分離主義的 第二就是 你對於香港選民 那數字的信任有多少 因為你剛才都說 你好像 假設了全部人選出來的 一定是一個會和中央搞對抗的特首 但我想回 上次立法會選舉 明明最多人選出來的 好像是民建聯議席 比民主派更多 那你想說 是不是你都質疑 選出大部份 建制派議席的香港人 其實是無數則可言 一定是會選一些和中央搞對抗的人 以上我問 謝謝 最後這位同學問 嘉賓好 大家好 我想簡單問你 你先問 之後可能會搞的一個 民意調查的公投不動會參加 非常精簡 好 我們現在輪流用一兩分鐘 做小傷總結和回應 我先 我先 剛才講述與民的問題 我想始終在這個 剛才都說已經很中產 所以 其實應該不夠中產 可能我們更加中產 但這次應該是 we should use English to discuss about occupy central operation 但我想 其實會有多些媒體 比較多媒體 我也會有機會去一些 英文媒體 開始講述這件事 但還有另一個語言 就是普通話 這個其實我覺得 又要發給學生去做 我會以後 優先去用英語和普通話的文體 去講 就是這個 廣東話那些 其實很多人都會講 可能我優先去那些 普通話的文體 尤其是學生搞的 普通話的文體 我去 英語的我都去 因為這個可能正是想 將它帶回來 你說到真的要進行 商討日的時候 用普通話 可能要做些分組 有些是普通話組 有些是英語組 因為其實重點 就不是那個組裡面 大不大成共識 只是那個組裡面 又討論了 最後投票 電子投票的時候 是所有人一樣的 所以應該就 希望可以 其實你提了一個 我沒有想過的一個方向 一個層面 又加添了我 在整個的佔領中華裡面 又加添了一筆 是要考慮 就是面對的群體 其實我這裡刺激了幾個 反而我不是在想 英語群體 因為英語群體 其實他們主要的 可能來自的 其實都是一些民主國家 所以其實民主的理念 在他們的文化裡面 可能已經滲透了 反而你刺激我 反而我想到 就是普通話的群體 我想在中文大學 有很多是內地學生 我不知道今天 有沒有內地學生在這裡 香港大學也是 香港大學也是 其實 中國裡面未來的發展 當然我不是說 折迷中環 是要達到中國的改變 這個不是我們這個運動裡的目標 但是又可以這麼說 客觀的後果 我們在這裡做的任何事情 內地是一定在看著 無論是官方 或者非官方 民間都在看著 所以我們在這裡開展 普通話這方面的論述 其實也可以幫助 更深化的 就是中國自己的改變 還有一個問題 就是講到 現在的代價過去很小 現在一下子提升 怕市民未必付出得到 所以為什麼有一步步 逐步提升 還有我修正了一點 就是各自去選擇 他能夠付出的程度 這個可能可以回應 剛才的關注就是 有些人可能未必 這麼快投入這麼多 我們就按住每個人的感召 那麼 謀略那樣東西 那是很說真的 我覺得在這一次的運動 我們的勝算 反而是我們沒有謀略 我們如果鬥謀略 我們永遠都鬥不過中國共產黨 它是全世界謀略最好的一個單位 從歷史證明了 它可以在一個這麼艱難的環境之下 它能夠由弱勢轉成 統一到整個中國 然後管治這麼多年 你跟它玩謀略是沒得玩的 所以我的策略就是 以沒有謀略去破謀略 就是我就是 那個陽光 你看到我講的東西就在那裡說了 用那個人心來去 即當人心是向你的話 任何的謀略都沒有力量的 問題就是我有沒有那個人心 就是人心是否因著我們所講的東西 我們所做的東西是被改變 如果我在這裡用很多謀略 可能我能夠感動到人心的機會更小 因為人心只是我的力量的源頭 我唯有的 其實這個都是共產黨的謀略 在它立國的時候其實都是爭取人民心 你說這個可能就是最高的謀略 就是爭取民心就是最高的謀略 但是我想這個也不是一個謀略的概念去理解它 我只是將我自己整個的人的真實一面 給大家看 是這麼多 不完美的一個人 一個simple and naive的人 就是這樣 是一個傻傻的 講完這些東西 行不行一本很難實踐的東西 但是我想可能我們這個運動就是 整班傻人走在一起 當傻人走在一起的時候 可能你發覺原來的力量是可以破到所有謀略 可能又好像很傻很理想法 但也可以說沒有辦法 你跟它鬥謀略 你滲透那些東西 你不能算數 你怎樣去做其實都阻止不了那個滲透 沒有辦法的 所以唯有的現在就是信任 我相信每個人 我剛剛今個禮拜就跟黃楊達的對話 我覺得黃楊達是好人 他其實比我還屬於高揚 在他老婆面前是屬於高揚 我覺得他很好人 他其實是一個很溫文耳雅的人 跟我一樣很溫文耳雅 不過有些時候他需要某些表達方式 不過我不用那個表達方式 我只用信任這個方式 有些人說這些人信不過 但也沒有辦法 沒有東西可以讓我做一個判斷 他是不可以信任的 因為整個運動不是一個某一個人去主導 他都只是萬人當中的其中一個 他可以做到甚麼 即是在一個這樣的群眾運動裡面 一個這樣的公民運動裡面 一個人多有謀略或多有破壞力都好 他只是停留在那裡 只要有真心的人夠多的話 就可以蓋過了那些任何想去分化的人 這個也是一個感動人心的一件事 就是要用這件事 又說一些基督教的事 這是一個犧牲精神來的 要用這種犧牲精神去面對那件事 是很傻的一件事 好像一定不行的事 但這也是我們唯一可以做的事 我自從沒有自己行